170新聞大白話 我是代班主持人謝澳洲 我們今天特別來 並進鄭春琦 鄭老師 台北市議員王宏威 澳洲好 大家好 董哥 董之聲 大家好 今天最熱議的話題 就是台南的立委王定宇 他被拍到 他跟民進黨美女的發言人 已經有共同進出 所以大家很好奇 說兩個人關係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這兩個人在 其實很早 在去年11月3號的時候 就被排除 他們已經進出同一棟大樓 到了這個12月4號 7號又被拍到 然後最近一次是3月5號 所以大家很好奇說 他們兩個人互動關係是什麼 是真的很單純 房東跟房客嗎 不過這所有話 裡面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因為他們好像都會 故意一前一後進出 但是當這個女生 站在門口比較久一點的時候 王定宇走出來 看到他的時候 那個申請是很詫異的 我想說 你怎麼還沒把這個匯款 因為他當時租金還沒出來 所以網友幫他想一個租金 是1萬2 可是沒想到後來 真的是有請假 8000塊錢 然後包括 趕快公布你一個 獨立房間的這個照片 最好是這個白床白牆 就是感覺很單純這樣 第三個 王定宇的老婆趕快出來 說你全程都知情 其實我覺得最關鍵的是這個 老婆趕快出來 全部都知情 王定宇跟媒體說的也是說 我的老婆都知道 我只是因為方便 讓我有一個休息的地方 我也不常去 我老婆都知情 可是大家最納悶的是 今天很多記者 早上9點的時候 打電話給王定宇 希望他出面說明 他說好 9點半在我台南的服務處 所有SNG都殺到台南了 可是時間一到居然放了格子 而且理由很奇怪 他說他本來是要推銷鳳梨的 可是他發現說 太多人吃鳳梨 其他的水果會滯銷 這樣說得過去嗎 我們先問一下陳老師 說真的 我本來是不太喜歡評論 這種男女之間的事情 婚外情就婚外情 但是這兩個人 因為都是公眾人物 特別是王定宇 我說真的 我台灣如果痛恨跟討厭的 政治人物 他幾乎是排第一 沒有人排第二 這家有時候夜路走多了會碰鬼 壞事走多了終究會報應 但是他說現在到底有沒有證實 到目前為止 他們的說法是很難說服我 怎麼說 因為他說他們是 同一個一間房間裡面的 一個客廳兩個房 這個就有點怪 你說同一棟樓各自 或是說比如說沿諾方 可能家境比較好 在裡面買了兩三間房 單獨門獨屋給他 他說得過去 另外他說他老婆都知道 老婆出來證實一下 老婆是知道你有租房子 還是說老婆知道你們 聯絡方跟他關係特殊 你話也講得不清不楚 如果說他們兩個租房子 老婆都知道意思是說 這沒有什麼秘密跟公開 你也可以講說 他們立法院的同事 聯絡方的黨部裡面的同事 甚至以前的議員都知道 而且都在裡面一起吃過飯 聊天 共同討論選舉的事情 早一天就出來證人 何必這樣鬼鬼祟祟 阿阿妹妹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就跟我們常常講說 什麼以前每個被抓到 都有一套奇怪的說詞 他是最近說法 就是房東跟房客 好不好 讓他去掰 我還是要覺得說 這個人為什麼說 報應 有些人是這樣 好人善人 平常做很多好事 人又不是聖人 難免有私族 這種人就真的有點遺憾 但有些人平常就是 壞事幹很多 就做這種事 比如說什麼婚外勤 但是像他這種人 平常都幹了很多壞事 重點是裝著道貓外然 正義領殘的樣子 到處指責別人 攻擊別人 他那個人設 大陸講人設 他那個把自己形象維持得多好 多正派 聽說他也是愛其一族 這樣那樣的東西 然後又熱心公益 又台獨 台灣又愛台獨多正義 他把自己塑造成一個正義的形象 所以後面大家就相信他 你不要小看他 王定宇雖然我很痛恨他 可是教授是很有能力的 就是有能力的壞蛋 比那個勇雄才 有時候幹什麼壞事來 你看他遮嚴起來 說起這個謊來 從不打草稿 我常常講說 我有時候在媒體都批評過他 他最喜歡講 北朝鮮的金正恩是什麼 那個是替身 問題是講完話之後 金正恩出來了 他繼續講這樣 這種人講話就是不負責任 問題是他那邊抹黑金正恩 然後醜化金正恩 大家都爽 也沒有人會去追究 他平常在政治上 就是經常幹這種事 而且講話就不負責任 這一次很好 我們就等著檢驗他 希望你們能夠過這個關 如果過不了關 我認為至少到目前為止 對我是很沒有說服力 這個人如果這麼樣的虛偽 這麼一個偽君子 你們所有過去信他的 我知道他講句話 綠了很多爽的鑰匙這樣子 劍要戰 讓你再想一下 這個人很會嫁 這個人表裡不一 表面的光鮮亮麗正義 後面頭正頭正 這種人對無章都不中的人 平常說他愛台獨 說他愛台灣 你又生得虛偽 大家再想一下 這個人的威嚇會痛 老師這麼一提醒 說他很能幹 突然就要想到說 怎麼民進黨那麼多 才幹過人的人 包括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顏諾芳他的解釋 他說其實我跟他 就像學生宿舍一樣 我要特別提醒他 他可能離學校的 校園時間太長了 學生宿舍 男女是不可以混居的 他可能忘記 所以大家也最 覺得他沒有瓜田裡下 就是他男女混居了 老師剛剛有特別講到說 他兩房一廳 其實他的格局 我們看過2加1 他只有一套衛浴 對 沒錯 那個衛浴是在主臥房 所以王定宇如果是 住在這個客房的話 他要洗澡 還要經過顏諾芳的主臥房 又或者是 這個顏諾芳要經過浴室的話 要經過王定宇的臥房 聽起來就是怎麼奇怪 那議員我想請教一下 顏諾芳跟你以前共識過 然後今天有一個 自稱顏諾芳的好友 他出來爆料 他說不會 顏諾芳很忙 包括民進黨也是這樣說 他忙 忙到沒有時間談戀愛 還包括說他是一個 愛情的絕緣體 是這樣嗎 好忙 忙到常常要接送情 因為他不只是說 他們同樣住在一棟房子裡面 而且在週刊的爆料 常常就是王定宇到立法院 都是由顏諾芳去送他 所以忙到還 自己這麼忙 還要特別去送大委員到立法院 不曉得再忙什麼 剛才那個耀卓講到才幹過人 後來我想才幹過人 當時是形容誰 形容丁羽公對不對 其實我們都知道 男性的政治人物 常常會傳出這種 所謂的緋聞或分外情 可是常常都會有一些 非常奇怪的一些理由 比如過去有人說是選民服務 被抓到同樣在開房間 他說不是 是在選民服務 或者是抓到到汽車旅館說 只是去借廁所 要上廁所而已 所以我不曉得這次 王定宇要用什麼樣的理由 他講說因為他是台南的立委 在台北常常會有公務 要去立法院開會 可能還會有一些要上節目 所以需要在台北有一個住所 可是我覺得王定宇 你真的把大家當笨蛋 因為我想像董哥他長期 去跑這個政治新聞 我們就算 就算我沒有進過立法院 我也知道 立法院為了要服務中南部的立委 因為中南部立委 不是只有一個王定宇 所以立法院 他有一個叫做台北會館 跟大安會館 專門提供給中南部立委 如果你沒有辦法趕回你的選區 你可以在台北住宿 那麼據說事實上王定宇 在台北會館有保留兩間房間 所以第一個 王定宇如果他需要在台北 有住宿的需求的話 他大可以不用一個月 去花八千塊 因為立法院有提供給他 這樣的住所 不是只有王定宇 其他的立委也都有提供 好 第二個 那麼王定宇如果在台北 要跑行程的話 他如果要從外面到立法院 那麼在立法院裡面 也有提供公務車 也有提供公務車 你知道以前還有立委的 可是議員公務車不會送早餐 是啊 對 而且開車的可能都是大男生 不是美女 不是美女 老師 議員 我先順便補充問一個問題 因為有人說大安會館 跟台北會館太老舊了 跟這種新的好 小豪宅比起來 可能是豪宅會比較舒服一點 而且才八千塊 如果每一天送早餐 還接送行 早就超過八千塊了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真的是非常好的情意 因為這個在台北市的大同區 那麼而且它是三年的城屋 說實在也算是一個小豪宅 也算是一個小豪宅 那這裡面其實 我有特別去看它的平面圖 跟就是它的這個 因為它大概就是兩房一廳 然後只有一個位於設備 那我自己是女性 女生 其實我們女生對於這個浴室 是非常非常重視的 如果說其實我要分租給別人的話 我大概都不願意 讓人家跟我共同使用這個浴室 何況是一個大男人 何況是一個人 就是一個大男人 要跟我共用這個浴室 所以網友現在發揮柯南的精神 大家也開始去找 這個地點是在哪裡 然後這個價格到底在哪裡 然後把它的整個室內的平面圖 通通把它找出來 覺得非常的不合理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當然很多的男性政治人物 被抓到之後 通常通都是否認到底 因為現在男方跟女方都在否認 因為顏若芳說 這個他平常很少去住 可是問題是 為什麼在週刊去爆料的時候 顏若芳都在他的專門 要跑到回到他的家裡 然後用他的車子 專門去接送王蒂宇 這個確實非常奇怪 顏若芳剛剛講說 顏若芳跟我們是同事 沒有錯 因為顏若芳 我稍微講一下 顏若芳當時他的前老闆是誰 是前台北市議員顏若芸 他是顏若芸的他的助理 當時把他帶上來之後 確實顏若芳在台北市議會裡面 很少有緋聞 確實是很少有緋聞 但是一下子出來就是說 他的香歸竟然是一個 真的是非常勁爆的人物 是王定宇說住在那裡 所以對我們來講 其實也都是 大家都嚇一跳 可是我特別要講 其實我非常討厭看到 我作為一個女性 我非常討厭看到 每次男性政治人物 緋聞被抓包之後 然後又是太太出來收拾殘局 那真的拜託 不要這麼為難太太 到底是怎麼樣 應該非常的 坦白的告訴社會大眾 因為今天幾乎這個事情 沒有人相信 每個人都說 你把大家當白癡嗎